大家好,欢迎来到吴家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红烧碧鱼 将碧骨鱼洗净 切两半 打花刀 葱切断 生姜切片 大蒜改刀 准备面粉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是面粉 千万不要用干淀粉 将鱼表面轻轻裹上面粉 起锅烧油 当油温烧起 这时候我们放入鱼 我们这时候可以晃动炒锅 这样尽量避免它们会粘连 差不多了,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翻面 一定要将两面都炸至金黄 炸好后我们可以倒出多余的油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干辣椒 八角 八角 花椒 老抽 老抽 生抽 生抽 糖 放入水 水刚好没过半个鱼参就可以了 开大火 开大火 当水烧开后 放入生姜 大蒜 大蒜 中火 盖盖 15分钟 15分钟后 我们的鱼 就烧好了 非常的漂亮 这时候我们放入葱段 大火收汤 放入鸡精 可以出锅了 我们现在可以起锅装盘了 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观赏 点击关注哦